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青春美麗 新年好… 看到Colly為何我們有什麼好呢 皮膚會變得更好 因為Colly是護膚達人 很開心 今天看到兩位主持的皮膚都很漂亮 是嗎?我們覺得可以嗎? 那我們是否可以不用搞了? 不是,不用搞了 下個月就馬上做壞人兩年 真的嗎? 是嗎? 有東西不可以懶惰,護膚其實不可以懶惰 沒有醜樣的男人 只有懶的男人 只有懶的男人 對,現在誰又不是一面男人 但我想問我們對於護膚方面 有很多疑問 其實說真的,男人很男人 要什麼護膚?我們不用護膚 用清水洗臉就行了,對吧 通常你們是否這樣不斷洗,然後睡覺 當然不斷洗,有時不要說睡前 如果我出了街 例如下午看完球 在三、四點就完成 我便洗澡了 很美好 最重要要洗乾淨一點 可能是… 加拉巴… 加拉巴… 或者出汗多個地方 臉很少出汗 我極其量是晚上 有時去到油煙的地方吃飯 八、九點就洗了 回家就行了 是嗎? 我覺得很乾淨 臉6號少出汗 少出汗,但很多地方出汗 因為其實很多油脂分泌 在毛孔裡出來 你不清潔乾淨,毛孔就很大 只用清水洗就不行 當然不行 例如毛孔… 油份塞在毛孔裡 當然要深層清潔 用什麼洗呢? 用什麼洗臉奶 藍士洗臉乳 對,通常藍士喜歡的 通常會乾爽一點、清爽一點 很多泡 很怕很黏的東西 而且我知道你們很怕複雜 通常我覺得三個步驟搞定 就鼓勵大家多做一點 三個步驟也要這麼多? 對,更多嗎? 當然多了 對,開水喉、茶、忌廉、洗 真的三個,是不是這三個步驟? 我的三個步驟是清潔、控油 還有保濕 保濕嗎? 很難嗎? 我們的產品自己沒什麼 拿一下女朋友、老婆 最方便了,放在廁所裡 很慳 放在廁所裡 很慳,他們那些很昂貴 不是,偷偷地 貴的不一定很昂貴 偷偷地,他就說 不用太多,一顆豆就可以了 節省一點洗 其實我每次拿到那些 最方便吧 當然不行 男生用的和女生用的不同 而且有時女生用的特效性 尤其是抗衰老的 你知道現在很流行 抗衰老比較高端 對嗎? 那些產品通常 可能是有一些特別的材料 男人不合適 成分 對 可能有些植物性的黏激素在裡面 男人用了就不太多 用了會怎樣? 變成粉紅色 可能過分多 於是分泌油之後會比較多 忽然錯了 忽然錯了 通常你也知道現在 其實男士化妝品在市場上很熱 基本上男士化妝品和女士化妝品 差不多 快遲些過多兩年 平衡 這麼厲害? 在韓國那些其實已經差不多了 韓國是全球消量最高的男士化妝品 因為我們看到韓國現在的明星 藝人歌手全都白痴痴 差不多八個女生 他們就說 就來估計可能是否男生的美容市場 比女生還要大 比女生還要大 還有一件事 用緊膚水 我們稱之為收縮水 很多男生很專業 如果用爽膚水 爽膚水 那些是否帶到毛孔的自然勢 是嗎? 是,它是有清潔毛孔的吸收 令它控油 但其實不夠 因為你那個只是過了 我們剛才洗的水喉水 我們給他一些營養水 但其實我們是要保濕 要不是保濕 我們都濕透了,打到臉 但這個是水分的性質 很容易蒸發 所以我們需要還有其他的保濕 例如男生喜歡用霜狀 如果女生通常用的產品 都喜歡我們的視隆狀 我最喜歡茶邊 其實我護膚也有心得 茶邊洗完臉 我都不是護膚不懶的 用小朋友探葉 是否會塗在探葉棒上 那些啫喱 那些啫喱那些膏 那些花視野… 又是花視野 小朋友站在… 我用那些護膚就可以了 那些不行 你這個方法很新奇 人家說那些… 我護膚也沒聽過 但我聽過花視野 就用來卸妝 卸一些很濃的妝就對了 不過卸完妝後 就要清潔得很乾淨 不,那些不可以防止你的皮膚乾 很油的 其實油不代表它是膨濕的 油會令皮膚可能會很乾 很乾的時候,你會更加出油 我們的概念是錯了 對… 另一方面,其實我很乾淨 我會很喜歡用甚麼 一覺得臉很髒,狂用磨砂 不斷出… 你不用每天磨 每天磨 你以為是磨砂,磨砂磨砂磨 是很洗地,日消磨 是… 就是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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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紙 你以為那些… 有沒有問題 但市面上有很多男性磨砂 其實磨砂,我們建議 一般來說,三星期用一次 也是那一款 如果你經常磨 令皮下組織,經常會有創傷性 其實它都是很容易分泌油脂 亦都是毛孔會粗大 很多時候你以為很乾淨 但你會發覺 為什麼好像越來越差了 越來越粗, 像砂紙一樣 所以之後你其實要做很多 例如保濕 或者是一些防曬的步驟 所以磨砂是磨了什麼? 角質層 一直磨的時候 角質層其實不停地增增 其實是不好的 磨完之後又要護理 對, 至少你要磨開了 然後收回它, 是嗎? 這麼煩嗎? 例如用磨砂, 可以磨腳皮嗎? 例如腳有枕, 有皮 我都會磨 有, 有磚出的 那些沙粒要更厲害 對, 一般來說我們在… 好像碳那麼大 或者是火山石 對, 把它收掉 對, 火山石就可以了 那些都是磨砂的一部分 但我們臉部的 通常是微粒比較小 還有另一件事, 我發現 女生洗臉的手勢和技巧很溫柔 但我們男生不會說不說 是否會用第四隻手指 對, 這樣怎麼塗 我們通常都會用紙幅來慢慢洗 但男生呢? 我們都是用毛巾, 這樣刷刷刷 對, 這個是大技, 你知道嗎? 不, 乾淨一點 我以為用毛巾不停地洗 因為毛巾通常男人都是這樣洗臉 那些皺紋就不會熱出來 熱出熱的 通常我們都會… 我本身十幾歲一個人 還有特定的口勢 現在四天多的口勢 對, 難怪有兩條紋 還有一件事, 我很怕白痠痠 航漢過的男生, 我就不太疼 我們就基本上曬太陽 走出街, 會很爽 是否我們不需要防曬的東西 其實防曬是保護你的皮膚 不一定是一定要美白 其實防曬不代表是… 除非你特別少要美白產品 那你就白了 我防曬了, 我有塗, 當保護皮膚 那塗防曬會不會相對曬不黑 其實你沒想過曬黑與不曬黑之間 最重要的問題是有斑的問題 而且斑… 我曬黑一點的斑也看不到 你可以掩蓋的 不過斑將來是… 可能你會引生很多康蒙斑出來的 康蒙斑? 什麼叫康蒙斑? 康蒙斑, 像老人斑 老人斑就很習慣, 我們這麼年輕 你沒想過你五十歲之後有什麼程序 你現在當然覺得花樣年沒什麼問題 花樣少年, 楚食藍 但這些斑其實一直沉在皮膚之下 其實藏起來了很多 老人斑又有瘀藥 一會有老人斑的手臂 對, 被人少了, 你這麼老 最難處理, 沒得處理 Colly, 這麼好, 我跟阿凡跟你做足 我們又洗臉, 又護膚, 又做洗手液 我們不用去美容院 男生在哪裡要去美容院, 是嗎? 男生定期我覺得清潔是最重要的 所以你在家裡的清潔 無論如何都不及美容院那麼專業 所以我會覺得, 你可能一個月或兩個星期就去 是嗎? 美容院因為有很多儀器 或者這麼多產品幫助我們 沒錯 而且那些姐姐洗臉特別舒服 我覺得你喜歡這件事 是呀, 你也偶爾去一下吧 平時也挺喜歡喝一下Expatial 或者晚上喝一下Sake 所以這些杯子我特別有興趣 這個來自一個丹麥的品牌 另來自一個油畫大師的幾何圖案設計 再加上我們中國的色彩 好像加了我們奧運時期 主場館的鳥巢 所以有些靠叉的工具 這個就是一個四盒丸的窗框 大家感受到嗎? 還是覺得像教堂的感覺 這個就是一個馬路的設計 這個也是紅綠燈的感覺 你能否想像到? 喜歡炭炭茶的朋友 這一套的設計可能你們挺適合心水 看上去就很漂亮 一個玫瑰花的設計 但其實這個丹麥的設計挺好的 因為在裡面可以分辨到很多東西 杯杯碟碟碟,有茶格 現在分開給你看 簡直是一個創意 以及一個實用結合的儀式 你看 平時老闆很喜歡喝白蘭地 就拎拎拎拎 好像很有品味 聞到一些酒香 但在我面前這一系列 丹麥設計的玻璃杯 就不需要自己拎拎拎 為什麼呢? 看看 自動會拎拎拎,也不會掉 這個就放白蘭地 這個就是放威士忌的 這個比較小的,有些甜酒 變成這個就不倒翁 左右左右都不會掉 這一系列的設計還有一個賣點 就是玻璃非常薄 所以拿上手的器皿也是很輕巧的 如果大家有任何自潮自固的玩意 活動、潮密或地方推介 隨時電郵給我們 詳情可以瀏覽這個磅 在這裏面事宣言 立體正好 我覺得我在這裏面 也沒有什麼 可以用來一齣的 會不會 turn 沒什麼 我沒辦法 你不可以用那個